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112年全国运动会10月21号将在台南正式登场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地带领市府团队到教育部体育署 向全国民众宣布台南准备好了 321起动 112年全国运动会正式进入倒数时间 台南市长黄伟哲宣传大使懒懒 以及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腾脚等贵宾 一同按下倒数计时器 宣告112年全国运动会 即将于10月21号在台南正式登场 睽違16年台南市再度承办全运会 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体育署 支持台南体育场馆的优化升级 也期盼在亚运之后 全国民众能持续关注全运会各领域运动好手的精彩表现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台北一起邀请大家在10天后 也就是10月21日到26日 在台南我们112年全国运动会即将展开序幕了 那尤其大家知道在杭州亚运 我们中华队许多台湾的选手都有优秀的表现 而且讲牌数字创历史新高 金牌数也跟历史最高纪录打平了 所以接下来的全国运动会精彩可齐 那我们希望说在台南以丰富的人文礼运 以及市民们非常非常热情的期待 能够欢迎到来自台湾各地的非常多的好朋友 以及来为我们一起为最优质的选手 最优秀的选手一起来加油 那台南已经准备好了 也感谢教育部感谢体育署 一起来支持我们台南 尤其在台南已经16年了 从民国96年到现在 没有举办过全部运动赛事 我们非常的期待 也都在各方面面都做了最好的准备 欢迎大家来台南 亮点当然是美食文化观光 尤其大家来台南看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不只是看全手优质的表现 在每天的赛事结束之后 一定会来台南走走观光 吃吃喝喝逛逛买买 所以都一定非常适合的 那在这个时候已经秋高气爽 所以台南的天气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在中北部还是有下雨的状况 云层蛮低的 所以在台南秋高气爽一定非常好 适合这个旅游 那台南不仅是东西好吃 人又热情 许多台南的好朋友 都是热情待客的 那因此呢 我们在场馆的硬体准备 在我们接待人员 志工们的软体准备 都已经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所以我相信一定给大家一个非常开心的惊喜 尤其2023来台南 2024去巴黎 我们希望中华队我们台湾的最好的选手 有最好的表现 这一次呢 22个县市呢 总共会有将近7200多位的选手 如果包含队职员 所有人在内超过1万人 那么在这个下礼拜 10月21号到10月26号 总共有6天的时间呢 在台南市来办 欢迎我们这个所有全国的民众 我们一起到台南市 为我们优秀的选手 一起来加油 其次呢 真的要非常感谢 我们台南市在我们 黄伟哲的房市长 还有投费会 一个用心的这个准备迹象 已经做好了 这个十分搜尋的这个准备 不管是从这个宣传 天堂大使的热力的议员 或者是包含了讲台 表装的设计 或者是包含了这个圣火的传递 以及刚刚介绍了 开幕式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表演 都非常非常精彩 藉由刚刚我们张一斤 总导演的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赛事 所以欢迎我们全国的民众 一起到台南 为我们全国来加油 开幕典礼将于10月21日 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 由张玉军担任总导演 结合上百位台南在地表演团队 及特邀专专业演出团队 展现台南400年的文化能量 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呢 我们以四大看点 第一个我们有极致的舞台美学 挑战科技体现 我们邀请我们云门舞集 以及德国世界舞台 声儉奖的王艺杉老师 为我们抄刀 把台南在地的地底 地底人文样貌 以及非常丰富的古迹 然后其实我们演出会串联在一起 迷往历史洪流 展望未来故事 我们这次的演出呢 希望能够邀请 还是全国的观众好手 我们都知道 今年台南 明年巴黎 希望我们的台湾好手们 明年能够继续到巴黎的奥运 所以我们希望 把邀请过去历史里面 以及在地的人 一起来讲台湾 以及跟未来的展望 那我们这次的 金奖之心参与制作 我们邀请到了 有金曲歌王谢宁佑 然后以及金曲歌王常布宇 还有我们的金钟奖的主 柯大宝 还有我们三金音乐制作的人 柯志豪老师 亲自为我们从希拉雅 包括汉文化 以及在地未来的 不同声音 齐聚一堂 串人这次的故事内容 由于台南市登革热疫情 尚未解除 台南市政府也将全力 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及医疗准备 确保全运会圆满成功 坦白讲 我们已经做了 非常多的防疫的准备 连市场都下去喷嚷 没有办法再多做准备 那因为这个是社区病 尤其我们在 防文区文方面 我们做了相当多的 一个努力 而上周的这个病例数 也比前周减少了8% 所以说这病整体的 这个病例是往下走的 因此我想 在这方面大家尽可以放心 不过 放心也必须小心 就是说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运动场上不要受伤了 那做最好的暖身 不要做 不要有任何运动伤害 因为过去曾经看到 有一些运动伤害 也是台南的选手 事实上这个职业生涯 就有大受影响 因此我觉得是保健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 这个充分的准备 在这方面的 台南市政府体育局表示 各项赛事规划 与硬体环境都已经准备就绪 将提供选手们 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 也诚挚邀请全国民众 一起为全运会选手热情应援 10月21到10月26 我们一起为选手加油 Let's go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流感疫苗开大 台北市长蒋万安 到仁爱医院视察 副市长李四川 符合公费施打年纪 也特地带头施打 流感疫苗开大 针头打下去 小朋友忍不住爆哭 台北市长蒋万安 抱起小女孩安抚 小女孩就瞬间不哭了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 公费流感疫苗开大 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 及6个月以上婴幼儿等 10类对象接种 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 接种资格的民众 配合开大期程 尽速完成接种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安排上面 包括了COVID-19 新冠疫情的疫苗 我们流感疫苗 还有肺炎烈球菌 一起来规划 为我们市民的朋友开始施打 那入秋之后 都是我们流感 好发的期间 所以刚刚了解 我们流感疾患症的 救援人士 也开始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够确保 市民朋友的健康 所以包括65岁以上 我们也开始施打 肺炎烈球菌的疫苗 那对于孩子 包括高中心以下 今天我们也在几个地方 校园开始施打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加强地宣导 让市民朋友了解 什么时间 如何资格 开始进行疫苗的施打 另一方面 虽然疫情趋缓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轻忽 另一株它的风险 所以我们一样 会来施打 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这一次 我们除了规划 三种疫苗 针对不同年龄层 另一方面 我们特别关心学校 还有在第一线 我们市府同仁 服务市民的健康安全 所以我们这一次 也特别开放 包括我们高中心以下 原本非公平疫苗的 教职人员 另一方面 我们市府在第一线 零贵的员工 服务人员 我们也让他们来施打疫苗 那我想这一次 我们开始施打 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机会 将相关的资讯 向更多的市民 可以有了解 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 避免相关得到扭感 以及后续并发症的产生 施打疫苗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所以不管是告诉周遭的朋友 涨费 或是关心孩子的健康 我们都希望 包括这个机会 有相关的疑问 都可以来询问 我们市政府 卫生局 或者在上面 有相关的资讯 所以大家利用这个机会 来进行疫苗 我们市大 那最后我也要谢谢 我们言议 说的同仁 大家非常的辛苦 对这一次市大疫苗 在事前的准备 也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规划上 其实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市民 没有任何意见 告诉我们 随时来进行调整 修正 希望在整个疫苗市大过程 能够非常的顺利 最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够遗憾健康 我们在什么资格 接种什么疫苗上面 我们都有一些文宣 有一些公告 那如果民众 不一定很清楚 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些相关的公告 那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直接到相关的医疗院所 那相关的医疗院所 在接种上面 他们也有一定的流程 会去确认身份 那符合资格的 当然我们就会进行 相关的公庇疫苗的施打 这是两个方向可以去做 我想两个方向来做 就是说第一件是 我们刚才疾管科 有跟我们回报了 就是说 如果家长他不愿意 他的小孩 在准备要接种的时候 其实可以问一下 接种的 护理人员 或者是医师 问一下今天 这个小朋友要接种的 是哪一个厂牌 那如果是他不愿意 接种的厂牌 那也许不一定是高端 但是就是他如果 不愿意接种这个厂牌 那可以当下跟 这个执行的 护理师或医师讲 那他们可能就 不会接种 因为接种疫苗 要打在人的身上 还是要同意 那他不愿意接种的话 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 那第二个 我们会采行的方向 就如刚才市长所讲到的 我们会再跟 疾管署 去反映这个情况 那有的疾管署 统一来决定 到底未来 如果遇到 相关的公费的疫苗 比如说高端等等 那老板 一般的民众 不愿意施打的话 有没有怎么样的方式 让民众 也许挑选疫苗 或怎么样 我想这个应该由 中央统一来决定 左边打流感 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肺炎链球菌 那接种的间隔的话 可以同时接种 没有问题 只是说 你不管接种什么 疫苗结束之后 还是要注意一下 自己身体的反应 因为少数的人 还是对于 接种疫苗相关的 比如说左剂等等 还会有一些 不舒服的现象 比如说局部 那局部接种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点 轻微的红肿热痛 那当然有的人 在接种的当下 可能会身体不舒服 晕针 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接种疫苗 会引起全身性的反应 比如说 极少数人会对疫苗 不适应会发烧等等 这些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发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市民朋友 可以回到医疗院所 来让医师做专业的判断 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等等 那要澄清的是 多数的疫苗接种完成之后 其实不需要进一步的 医疗上的治疗 大部分的红肿热痛 跟局部的轻微的发烧 等等这些都会自然的痊愈 台北市今年 共有378家流感疫苗合约医院 提供接种服务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便利性 国小国中高中职及五专 一至三年级采校园集中接种 预计办理301场校园接种 另外12区公所 结合礼办公处 设置539场社区接种站 鼓励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一二三 防流感打疫苗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预估2025年 台湾将迈入超高灵化社会 为了要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 甚至失智失能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开设失智多元的课程 永健班 结合心理资商师与运动中心教练 帮助照顾机构增进健康促进的技能 跟着体势能教练的口令 长者拿着弹力球 将球高举换手 或是将球夹在腿间 轻轻施力 透过弹力球运动 在安全的情况下 帮助长者训练四肢肌耐力 我们课程安排主要是利用刚刚看到的那个 抗力球宇佳球去做运动 那这些运动会包含例如说 手举高啊 往前推啊 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为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轻微有的很严重 那其实我们会是设计课程 原理是用MMSE的检测方法 他是在辨别那个长辈 是否有那个失智症状的一个检测 对那通常会是心理师 他们在评估长辈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失智前期状况的话 会用那个做评估 那他们上有时间方向的定位 所以从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也在让他们大脑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个方向上去辨认 那刚刚在教学的时候 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禁止 所以他们要随时及时的切换 他们的方向 对他们来说大脑是一个刺激 然后我们希望让他们的 全身性都动到 就是手臂啊 那不会只有说只有往前 因为有时候长辈可能需要手举高 然后下半身的肌力也要顾进去 对那因为有些长辈 体力比较缺乏一些 所以我们为了风险起见 我们还是以坐着为局多 拿起画笔 缓缓写下日期 再贴上照片 联合医院临床心理师 则是透过艺术治疗 带领长者悠游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点滴 并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是主要是设计 对于一些失智的长辈 那我们设计主要会依据 他们的人生的历程 然后每一次都会使用一些 艺术方面的一些媒体 然后来诱发他们能够有动机 或者是能够愿意去分享 然后也比较能够不会去排斥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会从他们的幼年时期一直到现在的状况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 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到最后的时候 很需要的一个部分是要统整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那如果说他能够对他自己的生命能够感到满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顾的过程中 他能寻求一些意义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人生或者是能够更圆满的 那所以在这些长辈里头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说因为有失智的状况 但是其实他们的人生阅历是非常丰富的 那他们也需要这个机会 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可以更圆满更顺利 为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 忧郁甚至失智失能的情况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在地资源 开设失智多元课程永健班 以运动 认知 苏星为三大主轴 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三个月 期望将课程内容推广到社区及机构 以延缓长者因机构化所造成的退化与失能 大同区在112年1月份开始 我们的老年人口数已经到了21.28 就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那为了预防我们长者的这个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说体能的衰弱 忧郁甚至于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们跟运动中心 还有跟我们社区的一些机构来合作 那设计了有关于这个预防体能衰弱的一些机力的运动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训练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这一个活动 让长者可以在训练智能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动 那另外也跟联合医院的全关心理师有了合作 让他们进入社区提供长者一些输压的活动以及课程 课程中长者也都得到很多的这个体能在训练上面的增强 以及能够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够有一些输压的作品 让他们回顾以往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健康的维续他的生命 非常感谢大同中心的那个整个的安排 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长辈的照顾 那对长辈的一些活动 办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给我们长辈有很大的进步 也收获良多这样子 那对我们的员工正是有更好的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员工知道如何带长辈 让长辈能有更好的对他们更有帮助的一些活动 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长长跟学习 那未来我们也会更努力 在这方面对长辈2.0跟日照机构这边的帮忙 那跟配合政府把这个日照机构的长辈照顾好 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是比较中重度的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的照顾员我们就是比较有经验 我们都曾经有在安养机构照顾过长辈 所以我们收的长辈就是轻度的比较少 中重度的我们收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功能虽然比较不好 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也很认真的在做 也很认真的跟着活动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在认知方面 他们就是会学着抢答 会学着回答 会试着就是配合运动 所以对他们的肢体活动 跟他们脑部的活动 对脑部的一些 他们的语言的表达 这认知方面对都非常好 就是有进步很多这样子 根据统计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区老年人口数达到 11万2584人 老年人口率为21.28% 已进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营造失智友善社区环境 扩展社区照顾服务资源 维系长者健康 延缓疾病的发生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再带来看香火鼎盛的 技用士国家新城福德公 建公45周年 小时后就住在附近的 内政部长林又昌 亲自出席 致赠威夷责服的匾额来祝贺 内政部长林又昌 特别颁发匾额 威夷责服给基隆国家新城福德公 祝贺福德公建公45周年 也回忆起自己的儿子去世 45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搬来这边 然后他就有了 那个时候庙不大 小小间的 不过我们小时候都在 庙的前面呢 在那边玩 玩很多的小朋友的游戏 所以充满儿时的一个记忆 所以特别回来祈福 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国家新城的乡亲 大家永远健康平安 民国67年建公的 国家新城福德公 祖师福德政神 是周边五福常乐 及六合等礼的信仰中心 庆祝建公45周年 公庙馆会特别捐赠轮礼 给基隆长庚医院等三家医院 更常年赞助常乐国小 亲含学童营养午餐 及学杂费 还有岁末关怀周遭三里 亲含家庭 希望将信众 对土地公的感谢化为大爱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会赞助我们常乐国小的 弱势家庭的学生的午餐 那也经常就是每年都有举办 年中弱势家庭的寒冬送卵 给红包 然后也发动我们商圈里面的 这些商家 给大家连结用品 来自大德的所有的香客钱 那么我们想去回馈地方上的一些弱势团体 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 常乐国小的一个低收入户的一些 所有的学职 因为每一次到学校开学的时候 学校总是不够 他们的学杂会 还有一些的营养午餐都不足 不足的时候 以前他们是曾经有爱心 他们有成立一个爱心 但是一直都不够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 希望能够福德工 这边能够协助他们的这些不足的部分 所以从开始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25年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 率领金融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警察局长张树德 及安乐区区长检疫者等人前来参拜 感谢福德工长期行善助人 发挥安定社会的力量 福德工45周年是基隆的骄傲 我觉得他可以安定人心 这边有数千户的居民 我常常说人心定了 社会就安详 非常谢谢福德工的帮我们社区 帮我们所有基隆市民做很多的事情 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及议员郑凯玲 郑文婷 吴华家等人也到场致议 同志委更惊喜发现 爷爷清安公主委同勇 曾捐政府德工粮助 我想阿公真的是值得我的敬佩 然后我今天来这边跟大家打招呼 也非常高兴 尤其今天特别是中秋节 那我们每一个议员像吴华家议员 还有郑凯玲议员 还有郑文婷议员都一起来跟大家同欢 我想民意代表也非常用心 希望我们的这个土地工 可以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福德工还在现场举办摸彩活动 内政部长牛昌及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更当场捐出红包与民同乐 期盼在土地工庇佑下 市民都能和家平安健康快乐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带你来看台北市首座三级处理的 民生水资源再生中西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赶工 其中水资中心净化污水核心的MBR薄膜 预计明年9月完工后 每日可处理4万吨的生活污水 并产至1万吨的优质再生水 被台北市长展望安细称像面线一样细的MBR薄膜 却是净化污水的核心设施 连大肠杆菌都可以过滤掉 所以MBR薄膜就是这个生物处理的核心 它是借由它0.04μm的孔径 来过滤污泥跟大肠杆菌 把它拦除在薄膜之外 所以产制的水质是非常的透明清澈 我们是先将模式放到生物反应室里面 当系统运转以后模式会产生负压 会产生产损 因为这个模式的孔径只有0.04μm 所以大概是这个底肩的万分之一 所以大部分的污泥跟 甚至连大肠杆菌都会被过滤 1 请起动 在台北市长角安与市议员秦桧 张文杰等人共同启动下 台北市首座三级污水处理厂 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的核心设施 MBR薄膜模组正式下水 未来每日可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 并产制1万吨再生水 对台北市迈向环境永续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到2030年台北市污水处理完全自主后 三级污水处理率的世界排名 更渴望超过美国大臣洛杉矶 因为我们第一座台北市第一座的污水三级处理 它的核心就是MBR薄膜技术 而MBR薄膜技术就是水质进化的心脏 而这个心脏的下水 其实表示我们离完工 迈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我们特别以民生社区做一个饭区域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不只是民生社区 包括河滨公园以及松山机场 国际货运点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 提供再生水 那同时我们刚刚听过报告 未来也建置了6600公尺的再生水 树水管网 我想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社区 对台北市未来整体污水的进化的技术 再次的提升 台北市我们因应极端气候 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包括5月12号 我们也参加了翡翠水库 人水管工程的贯通典礼 那预计明年年中就会完成通水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2030年 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够完全的自主 而且希望我们的三级处理的比例 能够达到50% 届时我们在全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排名 就往上提升 我看了那个表 我们就会超越洛山机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进步 根据统计 台北市目前污水接管普及率 达81.63% 为全国最高 长度可以绕台湾两圈半 由于目前台北市还有30%的污水 要运送到巴黎污水厂处理 为了因应未来生活污水量的暴增 台北市政府规划2030年 台北市污水处理能完全自主 而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就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将新建冰浆厂及设置岛厂 我们现在主要大的计划在民生资源中心完成之后 后面其实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在滨江水资源中心 那目前这个计划已经送到内政部去做这个 征收的相关的审议阶段 后续我们是预估在今年底到明年初能够开始启动这个工程 那另外就是在设置岛的部分 设置岛是一个我们市政府区段征收的计划 那那边的这个整个开发 其实如果能够在那边有一个水资源中心 就近来处理区段征收所发展出来的都会形态的这个污水的话 那对周遭的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未公处方面同时说明传统二级污水处理厂 与三级处理厂的放流水质差异 新加坡也采用这套先进的剥膜技术 传统二级处理主要是借由生物池里面的微生物 来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 分解完之后经过二层池 再把二层池里面的污泥利用重力来沉降 达到固体跟液体分离的效果 所以它所需要的面积比较大 处理的水质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日常采用了三级处理技术 污水经过这个维塞机过滤栓物之后 就会进入这个生物池 还有NBR的过滤单元 可以将有机物进一步的过滤 所以处理的水质非常好 然后在经过紫外线的消毒杀菌之后 排放到基隆河 然后一部分可以收产生成再生水 以民国91年厨艺的民生污水处理厂 作为基地建造的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 工程总经费21亿8千万元 民国100年4月开工 预计明年9月完工 主要收集南港松山 信义等区的生活污水 处理后就近排入基隆河 园区内除了地下层的 三级污水生物处理机房 还规划有包含环教馆在内的 7层楼建筑物 未来结合摘水松山家站 及浮沿公园等周边设施 将成为完整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在这里来看台北市大安区龙生里内 又多了一处休闲好场域 位在复兴南路二段220号的龙凤公园 新建落成 龙生里沈凤云里长就特地邀请大家来现场游玩 精彩的表演搭配多云的摊位 让老少热闹过周末 捷运科技大楼站对面的龙凤公园上周末落成 在地龙生里沈凤云里长广邀各级长官及民众 一同参与典礼及中秋佳节活动 包括副市长林一华 北市客委会徐世勋主委 市府多个局处及附近国校国中校长 以及多位议员及主人参加 乡亲礼民也踊跃参与热闹非凡 大安区龙生里 112年的中秋佳节 以及龙凤公园落成典礼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来了很多单位来跟我们共襄盛举 来了很多礼民来一起共欢 我们属于龙生里的一个庆祝活动 单位我们今天有台北市环保局 噪音科以及资源回收科 还有台湾电力公司 国税局 还有来了三十几个单位 还有我们台北市客委会提供了客家一些美食 以及客家麻糬 供县长观众来品尝 那时候呢 哪要社会住宅 就真的因为我们里长很坚持 所以从他这个刚刚讲故事 就现在换到蒋市长 蒋市长都说我们要请听民意就对了 听里长有时候对地方上什么建议 就一定是大家的最大的声音哦 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做的公弹都更 又让龙生里多了一个公园出现 然后再来连通道 尤其我们大家以后过马路 不用担心会有危险 还有呢我们长辈的照顾 还有现在讲市长都希望他多生小孩 但大安区非常缺什么 缺托婴 所以我们以后这边是全部应有尽有 非常的各种社区的功能 真的是完全什么 大家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真的是要非常感谢 这家我们又好的学区啊 你看一条龙啊 从这个拖婴中心 到了幼儿园小学国中天啊 这么好的学区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是好上加好 我们再给龙生里一个掌声好不好 今天很高兴来到龙生里 那一方面是一个中秋节的活动 那沈凤云里长真的非常的热心 龙生里有沈凤云党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 所以在这个佳节先祝大家中秋愉快 那另外今天也是我们龙凤公园开张 所以说将来我们龙生里也会多一个 居民休闲的空间 所以真的希望我们这个龙凤城祥 我们龙生里就是大家平安幸福 因为我们的孩子来自于龙生里 所以跟平常就跟沈里长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沈里长呢他用心于社区 所以呢也是照顾我们的孩子 所以沈里长有任何的活动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以及参与 这个就是代表学校社区一家亲 谢谢沈里长的邀约啦 今天龙门国中的合唱团也会在这个 中秋节的演员会活动上面会有演出 那学校跟社区本来就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非常乐意参与这样的活动 也让孩子也谢谢里长提供一个舞台 让孩子有所展演 所以我们会更紧密地跟里长这边来做合作 开场表演就由湘英国乐团 带来客家经典歌谣 推广传统民俗音乐 同时促进社交 把客家音乐传递给大众 我们今天前面两首表演的是客家歌曲 一首就是身边很强 大家很熟悉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客家的国歌 客家本色 这两首代表客家的风格 我们湘英国乐团 正式用湘英名称是在民国九十年 那他的前生是在八十六年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小班子 后来因为经过科尔会的协助 我们这九十年成立了一个大企业 团员大概有八十多年 团员当然来自各地的 里面有大部分大概都是退休的公教人员 还有家庭主顾 当然也有一部分 他本身是学过这方面的 有专门学过这种活跃乐器的 包括这些科班的 所以人员我们讲实在话 最主要是给大家一个休闲 所以我们都没有很限制说 你一定要会怎么样 你只要能够跟着我们拉就可以了 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就是要发扬这个客家的音乐 因为客家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九十年的时候 因为客家的音乐 尤其在国乐方面 讲实在它的曲子很少 那有大部分都是唱歌 那客家的歌比较多 那客家歌它也并没有广泛的推广 只限区域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去重新写 写这个客家音乐 然后我们每一年定期 会在中山坛办一个定期音乐会 这个龙凤公园 我觉得感觉很好 我也是第一次来的 很快乐很舒适 很快乐说 那我们里长很尽心尽力 那 那 希望里长长方办这样 希望希望希望 希望 龙胜利 陈凤云里长不仅为在地 某福利 争取空地绿美化 让大众多一处休闲空间 同时也为客家文化传递努力 在中秋前夕与乡亲李明在地人士一同欢度周末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要深入社区表达反毒打炸和茶会的决心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 举行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即校园安全座谈会 邀请辖区内的民意代表里长 学校代表与会 搭起几名双向沟通的桥梁 因明年一月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中山分局治安会议 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进行查会选 防止暴力宣导 加深民众对会选暴力 堵盘及假讯息介入等 不法犯行的了解 我们如果说是被行贿的话 那我们就是接受了 那我们就可能是受贿罪 受贿罪的规定会在刑罚上 会比较强就是在影响 但是还是有刑罚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要求别人贿赂 或是期约或收受贿赂 或其他不正利益的话 到别的团会构成受贿罪 什么叫做所谓的贿赂跟不正利益 其实在法律上来讲 因为它这个体会在现实上 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那当然钱财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贿赂 那其实会比较难判断是所谓的不正利益 不正利益大概可能的形态就是说 例如说一些招待啊 餐饮啊奖品啊 或是旅游交通 财券或是带缴一些比如说威费啊 或是耳税 然后法官等等 这个都算 其实我们地前组除了电话以外 还有新的这个通报的管道 那我们在选举期间 我们会设立LINE的账户 那如果说各位有需要提供情资的话 也可以通过LINE的这个账户 跟我们地监署反映 那到时候我们在地监署 做出去的海报上面 都会留下URK 随时都可以扫买 加入LINE好友 所以可以跟我们地监署反映 那我们这边是会有专人 负责阅读各位监局的情资 惠中中山分局相关单位 更特别针对试诈反读进行宣导 剖析各式诈骗手法 像是假投资假检警等 保护民众财产 以及宣导新兴毒品危害 避免民众或学生成为无辜受害者 今天召开社区治安座谈 座谈会 然后也包含校园安全的一个座谈会 我们一起来举办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相关的 民意代表的办公室 以及我们各里长 包含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 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来到现场来做这个我们即将的总统 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选举的一个反会选的一个宣导 那另外也 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地的很多意见领袖等等 我们的名利 尋守队等等 我们做一个中山分局 辖区治安状况的说明 以及我们平常的相关的防诈部分的宣导 希望借由我们今天来与会的人员 包含学校 一些老师 主任等等 希望能够帮我们来多做誓诈 尤其是现在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打击炸击犯罪 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来做宣导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包含接触毒品 包含被帮派吸收 甚至成为诈欺集团的成员 这都是我们今天一个宣导的重点 透过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即校园安全座谈会 中山分局与辖区民众面对面近距离沟通 聆听民众对治安建言 达成警民合作目的 搭起警民沟通桥梁 共同维护中山区的治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市场谢国良宣布 今年不办跨年晚会 将在12月23号 在市立体育馆改办室内的圣诞晚会来庆祝 举办多年的基隆市跨年晚会 今年将取消 在两个多月 民国112年 也就是西元2023年即将过去 迎接民国113年 西元2024年的到来 不过市长谢国良在双十节廉价前 欢迎PLG直燃到基隆来进行 热声赛时宣布 基隆今年不办跨年晚会 而是将在12月23号 在市立体育馆改办室内的圣诞晚会来庆祝 我们也会请体育馆厂长在这里 我们也会分年分阶段 把我们的这个场馆 越来的呢 越去把设备啊 座椅啊 环境等等 能够改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有待改进的地方还蛮多的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再来努力 再来调整 那另外我也跟大家宣布 就是说 就在这个场地 我们的今年的这个 圣诞的晚会 其实在12月23号 也会在这个场地来举办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在年中晚会 因为有时候是跨年 但我们这次是用圣诞节来举办 我们也是会在这个 钢铁人打球的这个场地来举办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年参加那个跨年 狂风暴雨 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室内好的场地 就如同钢铁人的比赛一样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会在这个场地 把它做得更好 提供给好的职业篮球队 来打这边打球的更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另外我们也会把这个场馆做得更好 做各式各类的市民的室内的活动 让大家一起共同来这个多参与这类的各种的赛事 市长也强调将会持续更新体育馆内的设施设备 未来不只是体育赛事可以在这里进行 也让其他活动也可以在体育馆内举办 避免活动在市外举办 受到风雨的影响和干扰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被看作是基隆新定标的基隆塔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放 不过有复合式咖啡厅的业者 在塔下信四路上开店 看好未来国际游人旅客观光基隆塔的商机 海螺造型的灯饰明亮舒适又不是浪漫气氛的整体布置 这家位在信四路上新开幕的复合式咖啡厅 亮丽登场也吸引路过民众的目光 特别是业者结合基隆著名的新鲜锁馆 设计出不同的养生套餐 争取民众和旅客的青睐 就连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非常称赞 就是来这里吃饭嘛 那发现让我整个很惊讶 这家店的这个庄宝怎么这么漂亮 而且那个有一个小角落可以拍照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乡亲 那包括外线市的乡亲也可以来这边用餐 那这里的餐 刚刚我问老板娘说她的餐的这个就是 比较走这个就是健康餐 吃起来就像家里的味道 而且真的因为我们在家里煮一定会比较重视健康嘛 不会跟在外面吃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 那吃起来感觉就是很清淡 很清淡就是少油嘛 少盐嘛 对这事实上就真的蛮不错的 业者表示既然是咖啡厅招牌的咖啡饮品绝对好喝 至于各种养生套餐和锅类更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 少油少盐就是希望让客人吃的健康也能享受餐点的美味 因为我是想走健康的路线来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所以我的青菜我都是用现蒸的 包括所有的食品食料我全部都是用烤的 所以我们的餐就是少油少盐的健康餐 包括我们也有做锅 我们也是走健康餐的药膳锅 跟外面一般火锅有所做区别 对包括我在当初要选菜的时候 我也选择我们有家乡味道的酱瓜 大家吃的都很怀念 所以也是说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家店是我自己女儿 她用心思也是符合现在海洋 还有各方面的需求 她做这样的设计包括电灯各方面 都是我女儿自己挑选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店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要的特色 所以说希望大家会喜欢 由于业者看好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结合国际邮轮观光未来的商机 因缘忌讳下买下房子 开设这家咖啡厅 特别是咖啡厅就位在基隆塔 下方的信寺路上 由下而上感受基隆塔不一样的魅力 希望能够为经过这里的民众和旅客 提供最好的餐饮服务 其实我之前就住在前面 就是义路那边 所以我的生活圈都刚好在附近 那刚好知道这边有房子要卖 我就赶快来这边 当然也是要借助基隆塔 跟这边的商机 希望以后我看在这边 又有客进来 我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场地 跟我们的餐点 来为大家做服务这样子 店里面也特别设置一处網美墙 提供来喝咖啡以及用餐民众 拍照打卡的地方相当受到欢迎 业者欢迎路过经过咖啡厅的民众 可别错过 近来喝杯咖啡享受不一样的养生餐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关心停水消息 水公司办理共辽境水厂系统 自癌水管线态患工程 将在10月17号下礼拜二上午9点 到10月18号上午8点止 共计有23个小时 在中正区及信义区一带 进行停水作业 影响户数约2万户 我们接获到自癌水公司 他预告我们将在17日的时候 将会在中正区 还有信义区一带 来进行停水的一个作业 大约会影响将近2万户的一个民众 主要他的之所以要停水 就是因为他要办理 这个共辽进水厂的 这个态患管线的一个工程 所以说他会在我们下周 10月17号的上午9点 一直持续到我们 10月18号的上午8点 维持是23小时的一个停水 是否说明这次中正区 中正区跟信义区的停水 影响户数约有2万户 另外部分地区是降压供水 降压户数约有5000多户 提醒市民朋友及早儲水备用 而共辽进水厂这项管线 太幻工程完工后 将能更稳定的支援基隆地区供水 主要的一个大管线 直径大概有一公尺左右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主要管线 那主要是把共辽进水厂那边的水 送到基隆来 主要是信义跟中正区的一个 一个地区的一个供水 那如果 如果那个平场啊 平场那个就是共辽进水厂这边的水 如果有多余的水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他把这个水送到 这个基隆的新山水库这边来储存 如果我们旱季的时候 那个共辽那边的水不够的时候 就可以由这个新山集水厂这边的水 来供到我们的新域跟中正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市接待两个 来自于日本的参访团 分别是日本石川县的中能登丁 及日本高松市乡川日华清善协会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接待欢迎 表达基隆将致力于国际交流 提升更多的能见度 日本石川县中能登丁丁长公下为姓 率队拜会基隆市政府 市长谢国良亲自欢迎接待 民政处长张渊祥 跟成功国中校长张志明 及姐妹式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 也出席陪同 尤其是中能登丁当地的中能登中学校 和基隆的成功国中 有姐妹校的交流互访多年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 也因为这样有部分的学生 在毕业高中毕业以后 就往日本去留学 市长谢国良强调 他上任后积极进行国际交流 期盼为基隆学子 引进更多的国际课程 西川县的中能登丁 过去跟我们的学校 在跟成功国中 有一些姐妹校的交流 那我也特别分享了 就是说 现在让基隆的孩子 基隆的学校走出去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政策 我也分享了我前一阵 到加州博客来分校 讨论未来将引进 顶尖大学的课程 给基隆市的高中的学子来就读 那我也请问他们说 如果有好的日本的大学学府 愿意提供国际课程的话 那我想基隆的高中的学子 也会有兴趣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 提供更多国际化的课程 给基隆的高中学子 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习历程方面 在基隆在地就读 就能够有好的学习历程 不用到台北去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议题 一起交流 那很感谢大家在学术上面 在教育上面 都持续有深厚的友谊往来 我们继续一起努力 做更好的国际学校交流 另外 日本高松市 香川日华清善协会 事务局长何田谢明 也率领访问团来到基隆 拜会市长谢国良 并特别带来高松市长大西秀仁 及清善协会会长的亲笔信 民政处长表示 透过交流活动 拉近彼此的友谊 也让基隆跟日本能够深化各方面的合作 他们在对基隆市的印象 以及期待都非常多 包括刚刚我们的中能登厅 能够跟我们信义区 未来更进一步做市民的交流 然后呢在高松的本来我们的友好交流 能够在疫情之后 只能持续 谢国良市长在担任市长之后 由于他的国际观以及行动力 不管在亚洲地区的日韩 或者是在他近期到美国 都希望能透过市民的联系跟交流 促进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交流 所创造我们在基隆市呢 能够有更多的对我们下一代 年轻世代 能够走向国际 然后开拓视野 这完全符合基隆市 是一个国际港都的这样的城市 让国际港都透过基隆市政府 跟海外的友好城市 或者是友好学校 来做交流跟学习成长 基隆是台湾的门户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港口 透过更多的国际交流 让基隆被世界看见 也让基隆的各项水准向国际看齐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今天要带您来一探社区营造中 隐藏在巷弄间的盐家老宅 百年历史的红砖三合院 至今第五代还住在里面 带您在里面先看看 盐妈 我要过来给你驾照 沿江奶奶打开门 让参与设造小旅行的伙伴们 入内参观这百年古厕 红砖 三合院 保存的整理的极好 住在里面都暖夏凉吗 我们是第五代 这家户是不是都暖夏凉 对 夏凉很凉 社区理事长说奶奶很发心 将土地整理出来 让民众无偿使用 因此社区伙伴才能进行手作步道 同时也能改造环境 赋予地方新生命 步道的部分 就是由我们八肚岩家 那个盐妈妈 她同意让我们来整个做改造 我们总共那时候有十几个志工 一直把它整个清理出来 盐妈妈也很高兴 她说不管是所有居民 或者是说外地的 她也同意说 让我们直接从他们这个地方 可以经过这样子 就让我感觉就是说 跟社区的连结能够很踏实的在一起 因为我之前 我那个高中是去台北念书 然后我其实本身是巴南里的居民 但是我发现我对基隆 并不是很认识 那借由这几年跟那个理事长的 那个参与活动 我发现说 跟社区的那个在地的文化历史啊 以及自然景观有很深切的感受 感谢地方民众一起参与 一起共融 让地方故事可以纯程 亮点被看见 地方居民与在地也有更深的连结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在猪大利亚中 但是画这个阻力 就不让人 wiz między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OK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